最近的旧金山,果然不一般,中美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,相对应的,中日关系也迅速在变,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旧金山会晤,出现了三个微妙变化。 冻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一关历史,重提战略互惠关系。 2008年,中日两国在历史性的联合声明中,提出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,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,世代友好,互利合作,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,这是一个黄金时期,中日关系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然而,好景不长,历史,领土等问题上的分歧,使得中日关系急转直下,战略互惠这个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 然而,近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的会晤,似乎让中日关系看到了新的曙光。 新华社的报道指出,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,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, 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,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,也让人期待中日关系的未来。 当下的中日关系,正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,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,领土争端等问题。 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,但是,我们不能否认,中日之间的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,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,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、投资合作等,都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在这个背景下,中日重提战略互惠关系,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 这表明,中日两国都有意愿,也有能力,通过对话与协商,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,实现共同发展。 这不仅对中日两国来说,是一个重要的机遇,对整个亚洲,乃至世界来说,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辅导和事故距今已十年有余,然而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却持续困扰着中日关系。 面对这一涉及全人类健康、全球海洋环境和国际公共利益的难题, 中日双方应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,通过磋商谈判,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。 日本政府决定将大量核污染水排入大海,此举引发了我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担忧。 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认为,日本此举严重损害了海洋环境、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。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,然而,日本方面不顾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, 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,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当下中日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。 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中日两国关系,更是全球关注的问题。 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后将随着洋流扩散至全球各地,对全球海洋环境和生态安全造成长期,广泛的影响。 此外,海洋生物及其产品的贸易和消费也将受到波及,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不良影响。 更为重要的是,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身体健康。 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。 要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,中日双方首先应采取建设性的态度,这意味着双方都要摒弃过激的言辞,以平和、理性的心态进行沟通和交流。 在此基础上,双方要充分听取国内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,尊重彼此的关切和立场,寻求共同利益和合作点。 在采取建设性态度的基础上,中日双方应通过磋商谈判,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。 谈判过程中,双方应充分考虑国际法和国际规则,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。 地球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,在这一过程中,中日双方应充分发挥各自智慧和创造力,以期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,有利于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解决办法。 富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,在与岸田文雄会晤时,中国领导人强调了八个字,强调反对霸权主义,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,更是对现实的反思和未来的期许。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深仇大恨,但在45年前,两国领导人在深思熟虑后,选择了和平、友好、合作的大方向。 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里程碑。 然而,如今亚太地区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,一些国家在谋求霸权,一些国家在拉帮捷派搞霸权,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强调反对霸权主义这八个字,无疑是在提醒日本,不要忘了当年的初心,当年的承诺。 什么是外交艺术? 这就是外交艺术,在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舞台上,中国以其独特的外交艺术,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。 这种外交艺术,既体现在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维护上,也体现在对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上。 然而,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,日本的心态似乎有些失衡。 为了遏制中国,日本选择追随美国,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和抹黑,在台湾问题上,日本也是小动作不断,这对中日关系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然而,对于日本来说,这真的是好事吗? 美国是美国,日本毕竟是日本,中日注定是搬不走的邻居,在中美关系转环的时候,日本也赶紧调整立场。 中日关系发生微妙变化,这表明,无论是价值观,还是其他,很多时候,更多的还是利益。 这个世界,没有永远的朋友,也没有永远的敌人,有的是永远的利益,中日两国,应该以此为鉴,寻找共同利益,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。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,缔结45周年,这是一个新的起点,也是一个新的机遇,中日两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,推动两国关系,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外交艺术,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期待日本能够认清形势,放弃错误做法,与中国携手,共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,做出贡献。 未来的世界竞争 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,更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。 欧洲有欧盟,北美有美加末,东亚呢,东盟太小了,中日韩,尤其是中国和日本,更应携起手来。 实现这一点,对东亚各国的整体国家利益,应该说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。 这是一盘大棋,下棋的都是高人。 辱骂与恐吓,绝不是战斗,中日都要冷静,越是愤怒的时候,越是要冷静,怎么打蛇打七寸,怎么消除心中的藩梨,怎么最有利于国家利益。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,但高超的大国外交,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。 日本,何去何从,确实要三思啊。 未来的世界竞争,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,更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。 欧洲有欧盟,北美有美加末,东亚呢,东盟虽然在近年来发展迅速, 但其总体实力相较于中日韩三国仍有较大差距。 因此,中日韩,尤其是中国和日本,更应携起手来,共同打造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,以应对未来的国际竞争。 实现这一点,对东亚各国的整体国家利益,应该说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,这是一盘大棋,下棋的都是高人。 然而,要达成这一目标,中日两国必须克服历史和地缘政治的障碍,找到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。 面对这些挑战,中日两国必须保持冷静和克制,辱骂与恐吓,绝不是战斗,中日都要冷静,越是愤怒的时候,越是要冷静, 这就需要双方找到消除心中翻离的方法,找到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道路。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,但高超的大国外交,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。 中日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,也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,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,才能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法,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。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,中日两国应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作,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,为维护世界和平,稳定与发展,做出积极贡献。 总之,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充满曲折,但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历史的主流。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,中日两国因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的原则,妥善解决历史、领土等敏感问题,深化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,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、稳定与发展,做出积极贡献。 日本 何去何从,确实要三思啊。 东亚的未来,取决于我们的选择,我们有责任找到一条和平、合作、共赢的道路,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,这是我们的责任,也是我们的使命,让我们共同努力,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。 松阪 三思 三 三 四 五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